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文潔新時代頻道 我是劉文潔 今天就有一段突發的片段出來 這段立法片段主要是說國安公審又出手 拉了一個網台的主持人叫做 傑斯 這個就是B100的網台主持 說他涉嫌洗黑錢和資助分裂國家 究竟發生什麼事稍後就跟大家說說 第二件事就是今早的一個突發 郭榮鏗宣布退出政壇 究竟發生什麼事稍後也會跟大家說說 影片開始之前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讚好留言訂閱文潔新時代頻道 按鈴鐺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的影片 因為原來有八成的觀眾都未訂閱文潔新時代的影片 節目正式開始 今早文潔發了一段影片 昨天阿肥魯麗居然是自認自己 是違反國安法 是懷疑涉嫌勾結外國勢 是他自己自認的 這段影片出來之後 沒有一會兒 就有個突發消息出來 就是說 D100網台的主持傑斯 今天早上被國安公署的警務人員 警方的國安公署 拘捕了 他和他太太都拘捕了 指控他們涉嫌洗黑錢和資助分裂國家 發生什麼事呢 原來傑斯發起了 一個千個爸媽台灣助渴的行動 而這個行動就是 資助一些 他們的手足 搞事的 香港的青少年 就去台灣 去台灣之後 又說不可以有他們自生自滅 所以 就做了一個計劃 這個計劃就是 要香港的手足 給香港 就是負責的 就不要把這些 負累 負累在台灣的身上 所以他們就在這裡籌錢 籌錢就是希望 每一個 在香港搞事而過了台灣的人 每年是獲得五萬元的費用 而這五萬元 就有幾個用途 第一就是他們的生活費 第二就是他們的學費 他期望可以找到一千個香港人 每年資助二千五百元 助養兒童 文杰也有助養兒童 不過助養兒童 真是兒童 他們就助養手足 合共就二百五十萬 一共加上一千萬左右的新台幣 資助大約五十人 他就說 今年三月會有為數二十人 在台灣入學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 可以支持 可以捐錢 這個計劃牽涉 五至六個組織 又指 民進黨和台灣的六委會都知道這個計劃 亦都會看著他們做事 亦都會 配合到他們的計劃 而這個計劃亦都通報給612的抗爭基金 傑斯就說他自己不會收出任何的行政費 會把全部收回的錢都給台灣的手足做學費 生活費 醫療費 亦都會提供當地人 協助他們提供心理就學和生活的輔導 亦都會協助他們找寄宿的家庭 希望他們可以盡快適應台灣的生活 而且目標是希望幫助這群黑暴年輕人 在台灣當地長期居留和投入當地的勞動市場 其實在二月份這個計劃出來的時候 文匯報已經 批評傑斯就是助養黑暴的小魔怪 其實傑斯是什麼人呢 其實他在社運界都走得很前 他就是D100radio一個網上電台的主持人 他主持了什麼節目呢 就是北京飯店三點維權上綱上線 另外傑斯也有他自己的網絡頻道 就是圍繞著中港的事件 亦都說很多所謂的抗爭事件 今天早上警方涉嫌 違反國安法的第21條 資助他人分裂國家和洗黑暨罪 將三人拘捕 包括網台主持傑斯 還有他的老婆曾碧雲 以及他一名女助手 李寶麗 今天早上他們三人被拘捕 消息指有人透過這個計劃 找了 過千萬 過千萬 為何他們眾籌 小側五百多六百萬 多側爆出來說過千萬 甚至乎什麼基金那些 有上億的錢 這些錢是不是 香港一些市民 一些他們所謂的手足 支持者捐到出來 捐到那麼多錢 或是這些錢 另有來源 其實 其中他用了六百萬 是投資股票 投資股票 又說一分都不用 全部都給了手足 據知 這些 台灣對口單位 屬於一些 台獨的組織 即是說 傑斯和台灣對口單位說會給錢 大家互相合作 去幫助 在台灣的港獨年輕人 或者違反國安法 或者暴動的年輕人 誰知道這筆錢 原來用了有六百多萬 去投資股票 在傑斯的戶口 所以這些就是涉嫌洗黑錢 而這些錢 是跟台獨的組織有聯繫 並且他之前都說 這些錢的目的是 資助港獨年輕人 以及資助 黑暴在香港 在香港犯了事 然後走到台灣的人 這些涉嫌違反國安法 傑斯也是他自己的Facebook 親身證實這個事件 暫時是不能被 保釋 但是根據國安法 因為他有一個特殊的保釋條件 這些保釋條件不是不給他們保釋 而是 若果真是落外控告他們之後 其實他們是沒辦法保釋的 好像 那個 唐什麼什麼 唐什麼什麼 電單車插著港獨旗 被人控告那個 即使出動到大啟司 都是保釋不了 當然 要下案控告真是上庭的時候 他就沒辦法再保釋 審多久你就坐多久 坐完之後 若果入罪的話 你就要 繼續坐下去 基本上入罪的機會都是非常之大 若果是上到法庭的話 這次就抓了三個人 這三個人應該都大件事 另外一件事 也告訴大家周庭將會在12月 我沒有記錯 12月2日就會上庭 12月3日就是他的生日 不是上庭 是會繼續保釋簽導 很大機會是沒辦法 讓他繼續保釋 是需要還押後審 這件事 亦都是大家 很樂意見到 因為一些 真是搞事 真是分裂國家的人 一個一個被拘捕 希望 接下來會越來越多人 被拘捕 另一個人 大家都很關注的 就是郭榮鏗 郭榮鏗在今天宣佈退出政壇 他說 因為 找美國DQ 美國制裁 美國制裁香港 被DQ 這件事 無怨無悔 究竟這件事怎麼爆出來呢 就是郭榮鏗接受Now 電視台專訪的時候 他突然之間宣佈退出政壇 結束了8年的政治生涯 他就說這個政治不復再 認為未來的政治場地 或者會回到社區 但是他自己就不是一個做社區的人 所以 他坦然他自己在政圈裡面 是不可能再有任何的發展 不如就瀟灑一點 這個時間就退出 反而是一件好事 他就被問到 你去尋求美國制裁香港和制裁中國 而被取消議員資格 這件事你有沒有後悔到 他就說 人生就如期 落子就無悔 對這件事 絕對沒有 後悔的感覺 亦都說 他就說只有光榮 絕無後悔 第一件事 一件好事 他不會再在政壇 繼續做事 亦都不會落到社區 繼續做事 所以大家 非常之開心 亦是一個好消息 因為 很多人叫他 叫做漢奸 或者叫港奸 不會再在政壇 那裏 睹眼睹鼻 希望 另外那裏DQ的幾個人 亦都 繼續宣佈 他們不要再在政壇 立足 不要再在政壇發展 另外辭職那15個 希望他們這15個人 亦都宣佈 不要再在政壇 繼續立足 其實之前 就已經說過 好像是胡志偉 他們說 民主黨那邊說 民主黨民主派 會不會再 繼續參與選舉 這件事是未知之數 亦都很大機會 需要考慮未來日之明不參選 民潔在奉勸大家 奉勸你們 這些泛民 泛暴派 不如就真的 不要再參選了 不要不要 真的 千萬不要再參選 求下你們 拜下你們 其實 郭榮鏗這件事 亦都可以體現到 公民黨 都快被滅黨 希望這個公民黨 不要再存在 因為其實 大家 想回以前 橫評報告 為何 我們三跑會超之超那麼多 我們很多 起的基建 還有很多 搞到很多事件出來 包括外用事件 都是由 某一個黨派 搞出來 這個黨派 若果不存在 我們香港 會和平安寧 很多 我們的基建 我們的發展 會快很多 還有一些 南亞人的問題 都是由某些黨派 幫助他們打官司 令他們 留在香港 這件事 影響我們香港 非常之深遠 希望 這個黨派 快點滅亡 希望 不要再在香港 搞那麼多事件 這兩件事 相信大家都非常之高興 第一件事 有三個人被國安法拘捕了 未來日子 更加多人被國安法拘捕 還有這三個人 原來 籌回來的錢 在傻子手上拿回來的錢 原來有六百萬 是自己落袋 投資 股票 嘩 聰明 如果這些傻子繼續捐錢 我們都無話可說 亦都 管不了 你喜歡給錢 人家去洗 拿人家袋 我們都 阻止不了你 只能跟你說兩個字 傻子 第二件事 就是 郭榮鏗宣佈退出政壇 未來 亦都很可能 有更加多泛部派的人士 會宣佈退出政壇 相信大家都無任歡迎 文傑感到開心 亦都鼓勵他們 走出來做這件事 第三件事就是 今早那段影片 帶爆了黎智英自己 自認他自己 勾結外國勢力 究竟有什麽後果 或者內容是怎麽 大家可以看看 早前的影片 今天時間差不多 在影片完結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讚好留言訂閱 文傑新時代頻道 按下鈴鐺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的一段影片 接下來真是我們短劇見 如果沒有突發事件的話 真是短劇見短劇見 拜拜